YouTuber花莲队长在0403地震发生之后 骑车进入中横公路 沿途拍摄泰鲁阁灾后记录 甚至还到九曲洞附近 介绍了地震后的状况 不过影片一出却遭到网友质疑 出入灾区是否违反规定 对此泰管处回应 园区内九曲洞 沙卡当 白洋步道等 都还是管制区 民众擅闯可能会挨罚 这段是九曲洞出来 其实这地方在早期的时候 原本就很容易落实 YouTuber花莲队长 身穿美国队服服装 其重机行经九曲洞路段 记录下泰鲁阁地震后灾情 一边骑车一边沿途介绍 中横公路灾后状况 只是影片po上YouTube频道后 却引发网友质疑 路段还没整修完成 私自骑车路内是否违反管制规定 我们很多设施都还没有完成修复 为了有可能安全 比如说验尸口九曲洞 沙卡档这些步道 或者白洋步道都还没有开放 泰管处回应由于零四零三地震 重创园区内建设 尤其九曲洞沙卡档 白洋步道以及部落湾修气区 都还在整修周 目前都没有开放通行 这是已经文明公告禁止 进入了区域了 如果民众还是要进去的话 会开发 第一次开发是一千五 然后第二次如果再进去 是三千块以上 不过受影响较小的河湾山区 4月12号时已经开放 16号也阶段性开放 南湖跟齐来主线步道 或许也会是情况陆续解除管制 民众想要一睹太鲁阁风情 还是得按照规定走 才能保护自身安全 记得成今夜欢迎报道